除了建省之外 现在也是青梅的产季 农粮署东区分署表示 东部地区青梅主要产区分布在花莲的 富里、台东、东河、池上、海端、碑南、盐平等地方 摘种面积大约有650公顷 富里乡则是有70公顷 全部都是采有机摘种也通过验证 为了推动青梅产业永续的发展 也辅导地区农会 在青梅产季的时候举办行销推广活动 而这几年成果也相当不错 青梅的产政季节将到来 农粮署东区分署表示 东部地区青梅主要产区分布在花莲的 富里乡、台东、东河、池上、海端、碑南、盐平等乡镇 摘种面积大约有650公顷 富里摘种面积大约有70公顷左右 全部都采有机摘种并且通过验证 它还有很丰富的矿物质还有有积酸 那可以帮助我们消化促进食欲 那当然梅子一般来讲我们都不生吃 所以都是用做成加工品 而为了要推动青梅产业 用序的发展 更是福岛产区农会在青梅产季办理行销的推广活动 并且预先规划干彩煤厂农器座收购等多元的措施 这几年福岛宜兰的食品公司与东部 青梅不用长途把涉运输到西部加工 减少运费成本以及原料耗损 提升青梅原料稳定供应 同时也保障了东部梅浓合理的收益 记者高商稍微箱采访报道